不只关心学校的防疫状况 市长韩国瑜还前往凤山区 一间课后补习班了解业者的防疫作为 包括量体温 戴口罩 以及环境管控 卫教宣导等等 补习班都按照卫生单位的建议 拟定了五道防线 除了确保学童们的健康之外 也减少遭到疫情感染的机会 市政会议后 高雄市长韩国瑜直奔凤山区文化路上一间梅雨补习班 为的就是要了解补习班跟客服班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作为 梅雨补带口罩都是防疫基本款 一旦出现发烧迹象 立刻带到隔离区域 不将业者跟市府同心 共同做好防疫工作 让市长很肯定 各位业者都是关系到小孩子的学习 事实上还有很重要 小孩子的健康跟安全 所以我们希望 跟肯拉基业者一起来联合 努力来防疫 希望这场疫情防疫成功 配通市长视察防疫的 还包括教育局卫生局首长 卫生局长林立仁还亲自示范 如何稀释漂白水 提醒业者务必随时注意环境消毒 随后市长还参观教室的消毒作业 包括电灯按钮 客桌以及楼梯扶手 每个角落都不敢轻忽大意 同时还拟定了五道防线 确实遵守 然后平常像这个门把的地方 每个都会做消毒 洗手消毒量体温戴口罩才可以入内 那手部清洁就是用洗手液做消毒 那环境监控的话呢 每天我们都会做清洁液的消毒 比如说学生学童们常用的客桌液 手把键盘我们都会做检测消毒 不将业者如此用心减少进出学童 遭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也难怪结束访试前 韩市长跟着补教老师一同喊赞 要跟疫情对抗到底 记者王思武 潘志光采访报道